你经历过身体最痛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嗓子疼 就是特别是冬天的时候 特别容易上火 就一上火嗓子发炎 就很疼 也没法说话 喝水吃饭都疼 就是每时每刻 你连呼吸它都在折磨着你 你想想这有多么的难受 我觉得是牙疼 就是每次就是你深夜 牙疼的时候想睡睡不着 就非常的难受 就是疼 专心的疼 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 少吃糖少喝奶茶 不仅可以减肥还可以缓解牙疼 最痛的话就是 自己把自己手指给割破的那种 就是半夜不小心 然后就摔摔摔倒在地上的时候 然后突然间就刻着旁边电脑柱 然后把眼睛那给划了 就是很疼 做手术吧 做过一次脊柱的手术 就是无码分尸的感觉 就是人家打麻药完了之后 然后麻药还没醒 麻药刚醒 我以为还没做手术呢 就全麻嘛 就顺利药 然后我就坐起来了 然后整个背后就哇 特别疼 可能就是喉咙疼吧 因为我从小就 就是喉咙有点问题 然后就如果说不能吃一些上火的东西 就是我的手 我的手有一次在桌子上 被豁开那么大一个口子 现在伤疤还在 好疼啊 我那个血就是一直在流 一直在流